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纽约袭击嫌犯赛波夫在2010年通过美国绿卡抽签的程序 获得在美国的合法身份 不仅如此 赛波夫获得美国绿卡后 还汇集了23名乌兹别克斯坦亲属移民 或者准备移民进入美国 特朗普当天呼吁美国国会结束绿卡抽签项目 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绿卡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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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大选期间曾誓言要把更多的犯人 关押在备受争议的关塔纳摩监狱 而特朗普一号表示 他会考虑把纽约袭击嫌犯赛波夫送进关塔纳摩 富皇卫视 王宾如 王天义 白宫报道 好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就请到时事评论员 尹乃金女士为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乃金好 您好 我们看到特朗普的思维很有意思 他觉得说这个疑犯是通过绿卡签证项目来到美国的 出了事情之后 所以他觉得这个绿卡签证制度应该废除 他觉得问题出在签证制度上 您是怎么看的 是 这个特朗普总统对于这类事情的反应都非常的直接 他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是说 要对于进入美国的外国人士要严格审查 可能他那个时候得到的一些汇报的情资不是很完整 他知道他是一个外国人 他以为 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说他已经是美国移民了 所以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先把他封起来 所以他说他要对于进入美国的外国人要严格的审查 然后在今天他又进一步的提出来 既然他是透过这个绿卡抽签得到的这样一个身份 所以我就要取消 我就要取消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制度 所以特朗普的策略就是挡起来 围起来 不然就是关起来 所以比如说他对于在墨西哥毒品泛滥的问题 犯罪的问题 那我们就来弄围墙 然后对于很多这个恐怖主义 支持恐怖主义的这个恐怖分子 有疑虑的这个国家 我们就把它限制起来 或是严格的审查 所以他在这个刚上台的时候 提出来的限制部分的这个中东的国家 到美国的这个旅游禁令 禁募令 就是出自于这样子的一个思维 然后他在对于移民的这个部分 不只是他在竞选期间的时候 他提到了就是这些国家 他没有办法跟这些国家的移民 他根本不跟这个美国享有同样的价值 等等这些的 他还认为说这些移民呢 抢了美国人的这个工作机会 造成呢低薪的现象 对于美国的劳工不公平 所以呢他当时呢就已经提出来说 他要改革这个移民法案 而事实上呢在今年2月的时候 已经有两位这个美国共和党议员 就是提出了这个移民改革法案 而其中呢就包括要取消这个绿卡的抽签制度 而在8月份的时候呢 特朗普呢在白宫也宣布了 白宫支持这项法案希望尽快的完成立法 两位这个共和党的议员呢还站在他旁边 希望能够加速推动 但是因为特朗普之前的 他的有关于禁募令 旅游禁令的推行呢也不是很顺利 然后有关于取消这个绿卡的签证 绿卡的这个抽签制度呢 在国会里面也存在着许多的争议啊 所以这个案子呢始终没有办法 有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进展 而且特朗普还有其他的重要的法案排在前面嘛 包括要取消奥巴马的这个健保制度啊 还有他的这个税务改革方案等等 但是这件事情纽约的恐怖攻击事件 可能会助长啊或是说 推动这个法案呢比较快速的在这个 在这个美国国会过关 起码他现在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舆论气氛的情况之下的话 或许可以得到较多的这个国会议员的支持啊 而我们回顾一下啊 当初美国的为什么会有这个绿卡抽签制度 他是在198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马里兰州的这个国会议员啊 多诺利他提出来的他那个时候呢 主要是希望能够解决从1980年代以来 那个时候呢美国呢就涌入了 呃非常多的爱兰来的这个民众啊 移民那他们在没有签证的情形之下 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就业各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 很很大的这个问题啊 所以他提出这样的一个政策 他认为美国过去的这个移民的政策 比如说呃对于像墨西哥的呃劳工的问题啦 中国的这个劳工问题在解决这方面上面呢 做出了一些的推动啊但是呢在面对欧洲 还有非洲的这个移民上面呢呃做得不够啊 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了这个案子 然后采取这个抽签啊抽签的方式 他说因为想不到更公平的方法嘛 嗯所以就是呃美国呢会释出 每一年会释出这些的名额 然后大家这个采取这个先到先 先到先得机会的这种抽签方式来做啊 呃他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背景啊 其实背后呢除了解决爱兰的这个呃 无证移民的问题之外 他后续的发展呢也带有一个蛮有理想主义的一个色彩 就在于是希望能够让美国的移民呢更多元化 是 所以说如果说你在过去五年内啊 在美国的这个移民的这个单一的这个国家 或地区的这个人民的数目呢超过五万人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参加这个抽签了啊 所以现在呢呃中国是没有办法的啊 可是像比如说像台湾啊台湾台湾人在那边 你就可以有这个机会啊 嗯那但是呃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在这种嗯 接受到就美国接受到这种恐怖袭击的这种阴影之下啊 他接下来很可能面临到就是腰斩的这个命运啊 嗯那一个一个抽签的这个制度 他除了就是说希望能够增加美国移民政策的多元化之外啊 他不分啊他不分你来自于哪里啊 嗯然后呢他不分就是你的嗯背景啊 你的身份你的教育程度 他等于是代表着一种美国的一个精神 一个开放的一个精神啊 这样子的一个移民的国家啊 他过去曾经因为很多杰出的移民 那创造了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成就 那他也开放这样子的机会 给世界各国希望来追求美国梦的人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可是嗯很有可能极有可能 呃之后呢在如果说立法顺利的话 这样子的一个美国梦呢就破碎了 对的确他会有损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啊 除了这种损害之外 其实他也关注这个法案对于阻止恐怖袭击有没有效 因为他提出这个前提是说他觉得问题是出在人身上 我只要把人挡住了就不会发生恐怖袭击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纽约市反恐警察长米勒 他提到一个重要的信息说这个人呢 虽然是跟埃子有联系 但是他是到了美国之后受到了一些信息的影响 才和恐怖组织发生关系的 所以看起来不只是哪个国籍的问题 和这个人在美国受到的影响也有关系 所以你怎么评价如果这个多元化移民抽签 绿卡抽签项目真的废止之后 他对阻止恐怖袭击有没有用 是恐怕这个会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啊 因为他抽他他取消了这个绿卡抽签之后 他对于未来对于移民资格的审查 他要采取的是像加拿大什么这些国家所做的积分制 而前提是呢 你如果是投资移民或者是说你的工作 你的背景各方面你有英文能力啊 你有这个人家是高薪应聘啊 所以他是设定在一个白领的教育程度较高的 然后呢是一个精英层级的 这似乎是做了一个假设 就是有这样背景的人 你到了美国来 你就跟我的价值观相同了 你就不 你就可能不会做出一些危害 这个美国的 对极端的事情 或说你不会去突然转而去同情了 极端的伊斯兰这个主义啊 或是同情这个伊斯兰这个恐怖组织 你好像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这个是有很大的这个问号的啊 我们在欧洲的 很多的国家里面看到的这种本土型的这种恐怖分子 他可能是第二代甚至于是第三代移民了 第一个他本来就那他本来就不会 不会在这个不会再被你排斥之外 第二个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土生土长的长大 可是呢他依然还是受到了可能经由各种的管道 可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呢他开始转向啊 同情这个恐怖主义 同情这个伊斯兰的极端的伊斯兰主义啊 这个都是你在这样子的一个移民政策上面防不胜防的啊 我们再举个例子就是说难道有教育程度一定到某一个程度的水准 并且有稳定的工作收入啊 高薪的这样子的人 他就绝对不会变成是一个恐怖分子吗 嗯 在这个拉斯维加斯这个枪击案啊 虽然说这个人他不是发动这个恐怖袭击啊 但是他所做的这个行为这种屠杀式的这个行为 他不是也是来自于一个教育程度不错 对 然后呢他有非常高的收入啊 那很稳定而且没有任何的犯罪前科 没有任何的这个犯罪记录 那这样子一个人也犯下这么这么害人听闻的啊 非常严重的枪击事件 大规模的死伤的这个案件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你光是从这种制度上的筛选 你是不可能去确保你的这个安全的啊 只是美国呢 他现在面临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困境 就在于是说 嗯 当特朗普总统 他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国土安全 却遭到一个严重的破坏啊 一个国土安全遭到严重破坏和威胁的国家 到底要如何再次伟大 嗯 嗯 你在这个内部你有枪支泛滥的问题 然后呢 你在这个内部呢 还有就是有关于你如何处理移民的问题 甚至于难民的问题 还有你如何的去平等对待这些人的问题 而这些的策略 这些的政策 你把你把人区隔化 族群区隔化 然后阶级区隔化 其实它造成的是更多的一种 嗯 阶级之间的歧视 或者是族群之间的对立 而这个阶级的歧视和族群的对立 却往往又是培养 恐怖主义的一种温床 所以在这会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而你找不到一个特效药 甚至于你现在所采取的一个做法 可能是一个拿错药方的一个做法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 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说 他不能够提出一个稳定的 有效的 甚至于团结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的话 他只会让美国现在所处的 这样子的一个不安的一个状态 可能就会进入到一个泥脑里面去 可是呢 却暂时找不到出口 对 分析很对啊 就是每次美国出了事 特朗普的回应思维都是在制度层面的 好像移民出了问题 我们就把绿卡取消 但是其实他需要一个更加有效的策略层面 来防止这些事情再次发生 好 非常谢谢乃金的分析 下一节我们来看看特朗普的外交政策 他马上要展开第二周型 下一节回来为您前瞻 以后见 欢迎回来 接下来这节 那我们继续和时事评论员乃金 来分析一下特朗普即将展开的亚洲之行 我们看到特朗普即将展开日内的首次亚洲行 但是外界普遍发现 这和以前非常重视亚洲的奥巴马 好像有一点不同 他这次亚洲行 你觉得他的重点 希望达到的目的如何 他又面临一个怎样的局势 是这个因为这个特朗普上来之后到目前为止 其实他不只是没有明确的亚太政策 他也没有什么中东政策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政策 我们只知道他的政策就美国优先 然后呢他不要多边主义 他这个不走多边主义 他要单边 然后呢他要退出这个多边的合作机制 所以他退出了TPP 他退出了这个巴黎气候协定 我们看到特朗普不要什么 然后他要美国优先 可是我们不明确的知道 就是说你在一个只单独强调美国优先的情形之下 作为一个还是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 甚至于是一个超强的一个领导者 你要如何的来去领导大家 当你不要这个不要那个的时候 那你你的你要如何去建立 你要用什么样的架构 什么样的方式去建构一个你的领导地位呢 而且特别就在于是说 他这一次呢来访问这个亚太之前 在这个美国的国内呢 又因为这个同俄门事件 所以使得他的竞选的前总经理 被起诉 虽然说到目前为止 这个前总经理 前经理被起诉 是跟他洗钱啦 或什么这些有关 还没有办法就是勾连到说特朗普之情 相关的这个事情上面 还在建构相关的证据上面 可是这实在是有点难堪 就好像有点这个后门着火 那你现在呢要赶快 在后门着火的情形之下呢 你要出去这个访问 然后希望呢 靠着你这个访问的成果呢 来去转移在国内面对到的一些政治的焦点啊 那而他在一个后门着火的一个情况之下 面对的在这次访问行程之中 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就是中国 确是呢 中国在召开完这个中国共产党召开完十九大之后 然后呢习近平总书记连任 并且停出了非常宏伟的这个治国蓝图的一个非常权力巩固 而且是一个强国姿态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国姿态的时候 特朗普感觉起来好像就是在绅士上面 在绅士上面呢有点气弱了 而且不只是中国 日本呢安倍首相呢因为他大胜啊 所以呢现在呢 他也是以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姿态 比较一个有自信的姿态啊 希望呢能够去推展他的这个外交上面的这个议程啊 因此使得他在推进跟这个日美外交上的时候呢 对于美国可能跟他开出来的一个架码 安倍首相呢是不是可以有比较更多的一些的筹码来应对 这也非常值得观察 而在韩国的部分啊 韩国总统这个文在寅呢 他的声势而声望从他当选到现在啊 一直维持着一个还蛮高的一个声望啊 而这一次呢特朗普总统呢 的亚太之行重中之重的议题 当然就是朝核危机的问题啊 可是我们知道呢 文在寅总统在如何处理应对这个朝鲜半岛危机上面呢 和美国的看法 特别是特朗普总统的看法呢 是不太一致的啊 比如说特朗普先前的时候就讲说 他反对这个朝鲜发展核武啊 他曾经有讲过说 那我们也在这个韩国 在这个日本也放核武器好了 可是文在寅总统就是反对的 他很明确的想说 韩国不会发展核武啊 他不能够进 不会去进行另外一场的这个核武的军备竞赛 然后呢文在寅总统呢 他也主张用一种像沟通的方式 不放弃与朝鲜沟通的方式啊 来去跟降低目前的这个紧张态势 可是特朗普总统觉得 你现在做这些努力呢 根本就是没有用的啊 应对朝鲜呢只有一个办法啊 就是他虽然没有讲出来 可是显然就是战争嘛 所以当他的这个态度跟这个 韩国是不同的时候 未来他们要如何的来去商议 有关于共同面对这个朝核危机 那就当然是受到关注了啊 而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啊 特别重要就是说 在这个特朗普即将到这个亚太来之前的时候 中国和韩国关系呢出现了和解 两国呢共同的去面对这个萨德的问题 然后呢跨越了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因为萨德问题造成两国关系 僵持的一种局面啊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具有智慧的一个做法啊 就从中国的立场来说 当中韩两国的关系开始回暖 正常化之后 这会使得未来韩国在处理 有关于朝核议题的时候呢 能够得到中国的支持 就因为中国也是主张不管是双占庭或是双轨并行啊 是反对战争 主张透过对话来处理有关于朝核危机的 这会使得韩国在处理这些问题上 有得到中国的支持和后盾 而且会更倾向于这个中国的这个立场啊 所以接下来这个到底要如何的来解决 朝核问题这盘局 特朗普总统目前为止对于朝鲜 就只有战术和口水他没有战略啊 他能够在这一次的亚太之行提出战略吗 大家也很好奇啊 那第二个他的重点当然就是贸易啦 但如果说特朗普来了 然后呢只是跟韩国来讲说 那我们重谈这个美韩自贸协定 FTA 然后跟日本说那你要开放这个牛肉啊 美国牛肉进来然后开放这个汽车市场 然后你跟中国呢是希望能够敲定一些大单 如果只有这样的话好像有点太小了哈 呃太太像一个只是一个推销员总统特朗普了啊 呃像跟过去的奥巴马总统时代呃来比较起来的话 那个时候奥巴马总统呢到中国访问 跟中国达成像比如包括气候方面的协议等等 是一个比较有大战略构想的一种嗯两国之间的关系啊 所以如何中美之间如何处理彼此如蒂勒森国务卿口中的未来50年的关系 这个对于亚太局势的稳定和全球局势稳定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啊 然后讲到贸易就一定要谈到TPP啊 嗯因为呢特朗普退出了这个TPP就像是这个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所说的 美国退出TPP造成了这些国家对于美国的不信赖啊 嗯而在没有美国的情形之下 日本呢是非常积极的努力的在力保这个TPP 而目前正在这个日本进行的有关于TPP协商的进展还不错 嗯所以非常的有可能嗯 要在这个今年的在越南举行的APEC的非正式领袖会议的时候 可能会达成一个没有美国的一个TPP的一个更进一步的框架协议啊 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就很好奇这个特朗普总统 他也要出席APEC这个非正式领袖会议嘛啊 看到没有美国的情形之下其他的其他的这些国家依然可以去推动TPP的状态 那美国的角色是什么啊 嗯嗯 TPP是奥巴马当时提出来当然是要在围堵中国啦 但他以这种贸易架构制定这个贸易的游戏规则来去重返这个亚太 掌握这样子的一个贸易的一个主导力量 而美国你不参加这个局的情形之下 你特朗普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嗯啊然后他这次呢非常的这个安排实在是不是特别好啊就是他要去菲律宾但是呢他会参加这个美国跟这个东盟的这个峰会但是他不出席这个东亚峰会啊在你已经退出TPP的情形之下你又不出席东亚峰会那你对于这些东亚国家你到底传递的讯息是什么你对于东 东协国家不够重视啊你对于这个东亚地区不够不够重视那美国到底要靠什么东西来在这个亚太国家里面呃去维持你的领导地位啊嗯奥巴马时代的时候呢他还加入了这个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啊然后他也在他的他也在华府呢呃举行了就是第一次的啊这个美国跟这个东盟的这些领导人的这些的会晤跟会议啊 奥巴马总统呢他以实际的行动表达了他对于他及美国对于亚太地区重视特别是东南亚这些国家的这个重视啊那在这个呃美国到目前为止特朗普上台之后呃你对于东南亚国家的这个议题所展现出来的有点疏离啊有点冷淡而且很重要的是如果说你不参与东亚峰会的理由 只是觉得说呃特朗普他因为出出访的时间太长了好担心他在这个呃东亚峰会上面呢呃在外面待太久啊可能会出现一些难以预期的一些状况的话这理由恐怕也太可笑了吧嗯可能真实的理由是在于说到目前为止呃美国政府特朗普以及国务院 他们没有一个整体的对于东协对于对于亚太国家特别是东协嗯一个整体的一个策略对啊所以我既然没有一个整体的策略我也不知道可以拿出什么样的东西来进一步的深化呃美国跟东协国家的往来嗯那还不如就不参加嗯这个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 可是你这样子传递给这个东协国家东盟国家的这个讯息呢却是极不好的啊而你在没有缺乏整体的战略架构之下却总是在其他的议题上面做文章比如说在南海的问题上面美国现在呢还是表示还是表现挺强势的啊 然后对于呢呃东盟的这个南海的在南海的主权申索国改善跟这个呃中国的关系又表现出来是一种呃不是很支持的这个态度那你接下来要如何的去维持在这个区域里面的美国跟东盟以及跟中国之间的彼此之间的架构关系而且在美国缺席东亚峰会的情形之下其实也就是等于呃让中国 有再一次机会来展现呃中国对于东盟国家对于东亚国家的这些的重视啊这过去已经发生过了啊嗯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又是一个可以展现中国呢一个大国实力的一个很好的外交场域嗯你今天提到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啊就是说特朗普他是一个缺乏战略思维的总统他是一个很注重实际利益就像他是一个商人总统一样但是这样一种特色商人总统的特色接下来会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部署战略 甚至他的领导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拭目以待好今天非常谢谢乃琴带来的分析也谢谢各位收看新闻金日谈下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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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